OPPO S2 怎么样 可以吧 帮我体验一下 帮我玩一下 我待会要拆解 但我现在要去上课 好吧 麻烦你啊 等会我过来 麻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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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PO S这个从Reno里面独立出来的系列 就在前两天推出了最新级型S2 拿到这部机器的时候 首先能感受到的就是轻 这两年技术水平提高了 但很多手机也跟着变胖 而这台机子呢 只有185克 和那些动不动就要半斤的手机相比 真的不要轻太多 毕竟谁也不想整天揣个小雅琳出门 如果说90赫兹的高刷屏幕 可以讨好眼球 那18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 则会帮你在游戏里面大获全胜 简单的说 触控采样率越高 你的操作就会越跟手 就像这样 舒适的护眼屏幕 最新的高中骁龙865 再加上线性马达与双扬声器 有了它们的互相配合 游戏体验自然会增分不少 爽是爽了 但迟不迟久 相信这才是大家和我一样关注的 说到这儿 那咱们就来聊一聊它的充电 A42搭载了65W的Superbook 2.0超级闪充 这种低压大电流的解决方案 即使在亮屏的时候也不会很热 官方宣称可以做到充电5分钟 开黑2小时 不仅如此 A42还支持40W的无线闪充 手机本身也可以为其他设备进行反向充电 嗯 广告词我都想好了 反向无线充 撩妹更轻松 可是很遗憾 目前我身边并没有小姐姐 所以我最关心的还是它的有线充电 那么它的实际表现究竟如何 那我们接下来就对这部机器进行测试 可以看到A42的充电表现十分出色 从1%的电量开始充 10分钟就充到了一半 充满整部手机也不过35分钟 看来大家用不着担心充电的这个事情 对了 它的相机我还没有试 A42的镜头模组使用现在常见的四摄组合 这个效果 不是啊 我叫你不玩一下体验一下 你怎么还评测起来了呢 一日兴起嘛 赶紧拿工具拿工具 我换衣服开拆了 发现可以吧 好 快赶紧的 这个设计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生化器是翻孔 卡托的孔是圆孔 卡托设有绿色的密封胶圈 关机以后翻过来 对后盖用吹风机加热 老规矩啊 先用平刀口 从下部卡一条缝隙 然后轻轻向上挑 这样就会有缝了 再借助一下这个指甲 稍微卡住一点 今天其他的指甲都在保养 所以就借助工具了 插进去 然后沿边划开 这里有点幅度 要小心一点 还是很顺利的 好 换一边 这个胶还是非常厚的 如果你不把它割断 可能是比较难拿下来 看到吗 直接拉成这个残条了 这个泡棉设计的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是吧 这么多洞洞 然后它的相机 上面两个是在后盖上 这个泡棉 下面是没有的 但是在这里你会发现 它有两个圈连在一起 直接粘在这个项头的外圈 目测它所有的螺丝都是一种规格的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维修来说 实在是太友好不过了 好 接下来我们先把它全部都拧下来 先撕开连接尾部的贴纸 这个胶也是蛮紧的 用手来吧 然后用镊子向上撬 把这个盖板给它撬下来 轻轻撬就可以了 看到吗 很轻松 后盖上集成了无线充电 NFC 以及闪光灯 先断开电池 然后再拆底部的后盖 下面有一点胶 拧一下就下来了 这个喇叭也是非常的厚 它是集成在了后盖上 通过注点的方式与小板连接 主板和副板上还有另外一种螺丝固定 它们应该也是一种规格的 我们先拧下来 先取下试试 这个镜头还是比较好拆的 这边吧 它是应该通过胶固定在下面 我们尝试撬下看能不能撬下来 可以 背面是有一点胶 到这边 OK 主摄 主摄啊 这样是肯定拿不起来的 下面应该有胶粘着 这个又比较厚 还是要选择用平刀口向下卡入 它虽然很松动 但是翘还是蛮紧的 OK 露光和削向镜头是通过这一条排线 然后再转接到主板上的 先把它扣掉 然后下面应该是有胶 然后在固定的主板上 我们先把它拿下来 直接断开与前摄连接的石墨贴纸 然后断开这个连接座 很轻松就可以拿下来了 再断开所有的排线和天线连接座 再取下主板 主板背面的屏蔽罩上 有非常多的铜箔 这个位置应该就是CPU了 通过很厚的硅脂 跟后面的均热板连接进行散热 主板正面主要的连接座子边上 都有密封胶圈 以前修到的比较多 都是黑色的 但这次是灰色的 而且前面的屏蔽罩 所有都是全密封的 即使进水也是非常难渗透的 这是主板所有座子的维修参数 放途给大家参考一下 接下来拆听筒 听筒的触点排线 通过胶与中框连接 向上轻轻一翘 就可以翘起来了 然后下面肯定也是有胶粘着的 所以选择一个好的位置 把它卡下来 OK 断开了所有的排线以后 这个副板就非常好拿了 没有任何阻力是吧 上面集成了卡槽 背面是屏幕和屏下指纹的连接座子 再取下充电接口 这个也是非常轻松 外部有防水胶圈 现在采用这样可拆卸的充电接口的 厂商是越来越多了 对我们维修来说也是非常的方便 毕竟如果一款机器它不摔 不进水 它自然损坏的话 概率最大的应该就是充电接口 因为我每天 拔擦拔擦 是不是 这个振动上面是有一个盖板 固定 然后刚才这两个螺丝 我们是拧那个小板和盖板的时候 已经拧下来了 像这种结构 我拆解是比较少的 我们先把它拿下来 其他的机型 一般都是用胶捏的 它不仅用这个盖板盖着了 底下应该还是有胶的 我们看一下 确实有胶 但是也是轻轻一撬 能撬起来 什么轴呢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 滋轴 这指纹排线跟屏幕排线 这边都有这种 塑料的硅胶来填充 这里也有 先把它挑出来 然后屏幕的这个座子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是吧 也有这个橡胶圈 接下来再拆两边的侧键 先从开机键开始 它上面是有一个塑料键 向下卡 然后来固定开机键的 包括音量键也是这样的 是吧 我们先从这边开始 镊子卡点进去 向上挑 就起来了 慢一点 可能这边还有卡扣 OK 下来了 然后用平刀口 将这个触点慢慢的敲起来 向外推出开机键 再顺势把排线拿下来 这身边的胶还是比较粘的 大家拆的时候注意一点 然后音量键 先把触点敲起来 接下来拆电池 先把它边上的胶撕开 这里可以看到缝隙吧 两条电池 把这边也撕掉 然后先洗一辣椒 OK 这边 下来了 两块电池加起来 是事情好安 接下来拆屏幕 用平刀口 从顶部稍微向下卡一点 撬起一条缝隙 然后想办法用指甲给它顶着 就卡在上面 OK 然后再用另一只手的指甲 向上滑 因为它这个比较薄 用拆机片的话 滑进去很容易伤到屏幕 所以用指甲的话 可以很好的把握分寸 看吧 进一点点不要进多了 你也可以掀起一点缝隙以后 用镊子将里面的胶条给它夹出来 然后慢慢的扯 这样子是几乎零风险 往下走 慢一点 掀的时候注意 现在这个位置就不要再掀了 因为这个地方有排线 你可以先把这个排线 向外这样弄出来 知道吗 这样 再去掀 那就没有风险了 是吧 是不是真的能时光倒流 好 好 好 所有菠萝尼 嘿 哇 OPPO S2 怎么样 老规矩 单板开机 测试屏幕 你看了 我就拿着吧 因为这里很多规整是吧 舍不得把它搞掉 也许是原装的吗 好 好 试一下 触摸完美 非常好 到白色界面看一下 这是黑色界面 触摸都OK 拆平下指纹的话 我们先从边上将刀片轻轻的卡入 不要太快 这个东西还是比较薄的 相比上一代是薄了90% 撕下这一整张石墨贴纸 这样就可以看到它均热板的真容了 是一个像T字形一样的 声音也是比较清脆 接下来我们用这个安兔兔跑分 让它迅速上这个温度 看这个主板在有军热板跟没军热板的 这个情况下有什么区别 这时候温度已经开始有点上升了 大概30度 给我们看最热的地方是多少度 好 OK 我们跑完第一个阶段 我们先结束一下好吧 然后刚才它最高的温度是36度左右 然后我们等它稍微冷一下 凉一会 然后我们再重新测试一下 不要军热板的这个温度是多少 好 接下来我们再把它跟军热板分离 看它这个情况下温度会怎么样 还是一样跑个一段 哇 这个时候温度已经超过刚才的温度了 39了 40 好 OK 最大温度大概58度左右 刚好大概差了22度左右 我们把所有的效果都开到最高 然后在连接WiFi的情况下吃鸡半个小时以后 正面最高的温度在顶部40度左右 而背面最高的温度是36度 那也说明了官方宣称的4D恒冷散热效果 还是可以的 好了 又是一款非常适合维修的机器 这个时候大家应该会问 为什么不转回去 其实对我们来说 转回去没什么意义 因为这些配件 包括它的一些数据 我们接下来都还要用到 把它转回去到时候又要拆 是吧 比较麻烦 而且我的华为折叠屏计时器 又被我的同事拿去用了 所以也没办法计时 所以我就不装了 是吧 好 那么本期拆解我们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